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 我的情人好奇怪 我是主持人黎佳怡 哦 大家有没有觉得这个名字很熟悉 佳怡 没错 就是当今最流行那些年 女神沈佳怡 可惜我姓李啦 不过我今天还是一样有绑了一个马尾 是不是很青春呢 好好好 算了算了 我想你们应该不能接受是不是 好 那今天呢我们就回到我们的主题 我们今天要讨论的主题是什么呢 有时候呢 在遇到一些节日 比方说情人节啊 生日啊 圣诞节啊 没有清明节 没有清明节 好 没有清明节 情侣之间都会送礼物来表明自己的心意嘛 但是呢 这些送礼通常送礼也是非常的学问 有时候我们会收到一些意想不到的礼物 对 好 那首先欢迎我们今天的来宾 好 欢迎玉璇 然后接下来是Bombo 嗨 大家好 好 她就是我们今天的情侣代表 那请问你们有送过对方什么烂的礼物吗 我们都是走感人路线的 哦 都是真心相待 就是既有值又有量就对了 有满满的爱在里面就对了 哦 都收到非常好的礼物 现在看到剧情当中的男女主角就不一样啦 好 那接下来我们就直接看VCR 咱们在嫡仆里进行第二个 来来 宝贝 吃一个 嗯 好好吃哦 来 我为你吃一个 呃...好吃吗 嗯 好吃耶 嗯 好幸福哦 寶貝 我要準備一個情人節禮物喔 你看 這是要送你的情人節巧克力 希望我們以後可以一直這樣甜甜蜜蜜下去喔 等一下喔 掰掰 tech accents 好 男人 七 都喷的 好 一口咪 大鍋 嗨 好好吃喔 我給我餵你吃一個來 嗯 好吃嗎 好幸福喔 baby 我準備一個情人節禮物喔 你看 謝謝 哇 好感動喔 我也有準備一個特別的衣物要給你喔 這是什麼啊 你看 這是我最喜歡的眼鏡喔 你看 這是我從小穿到大的喔 很開心嗎 欸 結果咧 他把東西給我幫忙 寶貝 寶貝 你知道下星期二是什麼日子嗎 我怎麼可能忘記呢 那你應該不會再惹我不高興了吧 你好好放心 只要好好期待就好 我一定給你一個最好的生日禮物 好喔 周恩卡 你收到什麼爛東西啊 你倒是在做資源回收的嗎 好 寶貝 這可不是普通的鋁箔包耶 你看上面的日期 一個是我們相識的日子 一個可是你的生日的 我跑了好多家店才買到的 大白刺 你不要動喔 唉唷 打事情罵死愛 唉唷 頭髮弄動 雖然前兩次都失敗了 但這次一定會成功吧 Louis 你一定會幫我吧 恩 謝謝你 我們出發吧 誰啊 驚喜 走開啦你 明明是我一百天驚喜喔 怎樣 你現在是有什麼特別的理由嗎 不會這麼長 他要跟我同一天生日吧 這樣你就不知道了 我把它送給你 就像動漫理財人 愛著Louis 幫我愛著你喔 這可是我拍了三天才買到的 感不感動 驚不驚喜 他怎麼都不懂我的心 這 會懂才奇怪 來 好啦 弄掰喔 一段非常荒謬的VCR之後 那我想請問一下 韻璇還有蹦蹦 你覺得哪一個禮物最荒謬 我覺得第一個 第一個 送那個藝術的那個 就無法理解他的那個大腦構造是什麼 喔 從自己鋁箔包你還可以接受就對了 對 因為你覺得鋁箔包還有心意就對了 對 因為我覺得就是鋁箔包的話就是 它是什麼還會去特地去找 所以它是代表的意義 好 那蹦蹦呢 我剛好有跟玉璇相伴 我覺得那個第一個的話 可能還是它譬如說 也許是它正常很多年的那個衣服 或許有特別意義 但是那個鋁箔包感覺就是 從資源回收場就拿出來 對 我已經想到這個 我覺得衣服可能還有味道什麼 但是兩年看法不一樣是正常 對 那如果玉璇送你這樣的禮物 你的感受是 翻桌 對啊 那我們回到剛剛那段VCR 就是如果你們收到鋁箔包啊 很有很有輕易喔 非常輕易的鋁箔包啊 舊衣服啊 然後是蹦蹦送你的 玉璇你覺得怎麼樣 舊衣服的話 我可能就是 就是我會說不上話 我完全接不了話 一開始會傻眼 對傻眼 然後我們還會就是想很久才知道 要說謝謝之類的這樣 可是要是我我應該會翻桌吧 既然沒有收過爛禮物嘛 那我就想請問你們有收過什麼 感動的禮物 喜歡的禮物 嗯 我最近收到一個我覺得 就是很棒的禮物 就是玉璇送給我的一個 就是從 嗯 就剛認識到 就是每個時期的那個照片 然後他把所有的照片 就是記錄成一本本子 然後裡面都有這樣寫小日記的方式 然後記錄我們就是 交往的一點點的那個 是類似像手工作的書 對手工作的 對然後就記錄你們一路走來一點點 對 那外面還有一個裝的那個很精美的盒子 喔好幸福喔 對啊 跟那個剛剛VCR裝的完全不一樣 那玉璇呢 也是就是蹦蹦送給 嗯 然後就是一個卡片 然後就是也是純手工的卡片 然後因為我覺得 就是如果女生做卡片不稀奇 可以男生做卡片不稀奇 喔男生做卡片就是 對 所以在禮物方面 你就會比較講求新密 對 而且因為他的卡片真的很精緻 然後是立體的卡片 好算了 算了太幸福了 有點過於甜蜜 所以我們要回到奇怪的主題好不好 那你們周照有沒有發生過 說過奇怪的爛禮物 對 我朋友的話是有 就是在偷偷在玩什麼爛禮物大賽 就是 是誰某一個人的身子 然後大家就講到說 我們有比賽誰的禮物最爛 然後就是 外面包裝很精美 可能是一個很漂亮的那個包裝紙 然後裡面是一個很漂亮的盒子 但再來裡面就是可能是一坨報紙 然後再來是塑膠袋 然後最後裡面是樹葉包 這可能是一顆巧克力 所以包的非常的大 然後讓他滿心期待 在裡面是一堆就是爛東西 所以 所以是你朋友收到 不是你 我男朋友送我 就是去書店買個書 來手工做一個 封一支蘆筍給我 對 蘆筍 問他 那這有什麼意義嗎 我的愛情像蘆筍一樣堅真嗎 我說沒有 因為這個比較簡單啊 拿到的時候棉花還爆得出來 對 在收到怪禮物的同時啊 有心意有很多東西嘛 然後送禮物的哲學也很重要 那你們有沒有就是對VCR中男主角 有給予什麼建議嗎 我覺得他可以送 就是不只送禮物 可以送卡片 然後卡片可能裡面就寫說就是 我送這個禮物的目的啊 意義是什麼 那這樣雖然可能 女生當下可能沒有辦法接受說 就是你的理由 因為他可能很暴怒之類的 可是他可能事後看卡片的時候 可能會了解你的心意 可能比較不會那麼容易生氣這樣 那某某你以男生的角度來看 有給予什麼建議嗎 他應該需要出了一些戀愛諮詢 就是他需要 有辦法去矯正啊 比如找一個好朋友把他打起 喔你真的是個好男人 他就是發生了一些問題 拜託你諮詢一下我的男朋友 我們今天的問題呢 就到這裡結束 那非常感謝這兩位來支持 謝謝你們的 這個單元呢 就是你們這些正在看電視的觀眾們 當你們遇到跟我們今天的主題 有類似的經驗或是問題的時候 都可以來寄信給我 然後由我嘉儀 我來幫你解決 對 好那我們今天呢 就是來看看今天大家的問題會是什麼喔 首先第一則 我的男友很喜歡送我禮物 但每次都會送兩份 一份是他的 一份是我的 也就是所謂的情侶裝 雖然很貼心 但至今已經收到衣服啊 鞋子 襪子 背包帽子 下次他還要說 送一樣的牙刷 我該如何婉拒如此熱情的他呢 OK 好這個問題呢 可以看出你的男友真的是非常的愛 但是他忽略了一件事情 就是我覺得呢 你可以跟他好好的溝通 寶貝我愛你 但是我愛的是獨特的你 如此獨特 沒有第二個的你 對 你這樣呢 只會把我們兩個同化 我覺得我們兩個 未來應該有不一樣的Style 不一樣的風格可以發展 下一封來信 我的男朋友花了兩天精心做了一束花給我 照理我應該很感動 但是這束花居然是用花椰菜做的 我應該鼓勵他還是請他跪算盤 嗯這個問題 我覺得送花椰菜沒有什麼不好啊 應該要鼓勵他 你想想齁 花椰菜這個東西非常的獨特 而且還可以傳達出他的心意 花椰菜還可以拿來吃耶 這對我們台灣農民的幫助非常的大啊 如果他是特地走到菜市場去 然後買一束花椰菜還自己手工作 我們能不敢動嗎 所以我覺得呢 你的心態應該要稍微改一改齁 那你現在要送高麗菜啊 芥蘭菜啊 一堆菜 蝸具嘛 像蝸具這麼貴 對啊 所以我覺得這沒有什麼問題啊 我覺得 這觀眾你可能有點太彈心喔 對 那我們現在讀者來信的單元 就到這裡結束囉 如果各位觀眾還有什麼問題 或者什麼疑難雜症 需要我們幫你們的話 不要客氣 不要害羞 儘管寄信到這個現象來 我們會結成婚禮物的 好非常高興 今天的節目就到這裡回聲 雖然你捨不得 但是 還是請大家下次 繼續鎖定這個頻道 沒錯 就是我的情人好奇怪 接下來我們會遇到 怎樣奇奇怪怪的情人呢 請大家敬請期待囉 請客 我聽到可以 尔子 才會天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